看看新闻吧 说起呢这几年的综艺节目啊 《非诚勿扰》呢是不得不提的一档节目了 尤其是主持人还有嘉宾孟非 乐嘉黄汉所组成的这个铁三角 那简直就是节目收视率的保证了 不过当时呢乐嘉离开《非诚勿扰》时呢 不少的观众都相当的不舍 至于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乐嘉是终于在最近开枪说了个明白 曾几何时标志性的两个光头组合 是综艺节目《非诚勿扰》上最大的看见所在 但是随着今年1月 乐嘉宣布退出《非诚勿扰》的舞台 关于他和孟非不合的传闻 或者被其他电视机构高价挖墙角的消息层出不穷 如今过了整整快一年的时间 乐嘉终于对此做出了回应 这我讲一个真的原因吧 这个肯定是百分之百是真的 我就会觉得除了娱乐的功能 其实我的专业功能发挥的有点少了 我自己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了 虽然这番说辞还真挺官方的 但是聊到三年前刚刚加入《非诚勿扰》的那段日子 乐嘉随口的一句老梦 还是抖落了他和孟非之间的交情匪浅 我配合孟非我可以来完成 因为老梦也是光头 而已经成家立业的乐嘉在访谈中 也透露了自己曾经历过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估计事先跟老婆大人抱贝过了 为了证明自己 年少的乐嘉也是想尽办法 2016年初的第一本书就是向对方父母证明自己的良机 但是家庭差距的鸿沟 自己心智的不成熟 使得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